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板块专题系列 行业板块专题分析,让你提前动息变化 先发制人,在上星期3月19日 我们陆续在YouTube发布了 大型科技股股价升跌后的反弹之路的视频 追踪科技股的最新的走势 目前这些科技股都已陆续反弹上来 在更前一集视频 板块专题连续暴跌后反弹如何看 几时才可捞 由于发现科技股在连续暴跌后 出现了止跌反弹迹象 因此建议有信心者 可考虑参与短线交易反弹波动 并分析了支撑与阻力及预测点 今天看回目前的走势 很多都到达了之前预测点 符合实情分析也相当准确 如果有捞的就赚了啦 今天我们再度和大家分析 反弹后何时要走的问题 为了使视频不过于冗长 我们分两集播出 现在我们来看看前四个科技股的图表分析 图表股价 行情是截至3月25日 这四个科技股是 Penta Fronten Great Tech Unison 另外四个股 MID与OINORI GHM 及个人总结 将在晚一点发布 一览周五的收盘价 这八个科技股的行情 有其有落 现在先来看第一个股 Penta股价 昨天周五跌六分前 收盘在3.60 打开技术图 我们在3月9日分析时 当时股价在连续暴跌后 出现了K线战法中的 早晨之星K线组合后 当时设定短线支撑 在2.69短线阻力3.24 第二阻力3.64 而阻力点 可作为反弹预测点的参考 如果没有再跌破支撑 2.69个人 估计应可反弹一小波 之后 股价果然开始反弹向上 在19日继续复盘分析时 股价已连续反弹到近期 高点3.82 到达即完成 当时预测点3.24 及3.64有多 反弹有利 目前再复盘看回周五走势 股价继续向上攻到近期 最高点4.17了 已到达即完成我们所有的预测点 从反弹支撑点2.69 到目前的最高点4.17 反弹盈利约1.43元 涨幅约有52%有趁机捞底的 目前已有相当可观盈利了 股价目前已来到强阻力区间4.17 估计不容易突破 因此 如果没利突破 就要考虑锁定盈利走了 如果跌破目前支撑3.87 估计反弹波将会结束没利了 第二个股 Fronten股价昨天周五跌2分前 收盘在3.18 我们在3月9日分析时 当时股价在连续暴跌后 出现了K线战法中的 早晨之星K线组合 当时设定短线支撑 在2.19短线阻力 2.76第二阻力 3.13 如果没有再跌破支撑 2.19个人 估计应可反弹一小波 而阻力点 可作为反弹预测点的参考 在19日复盘分析 股价已连续反弹到近期 高点3.09突破 即完成第一阻力 即预测点2.76差4分 就到达第二预测点3.13反弹 也是相当有利 并需看能否继续冲高到3.13预测点或以上 目前再复盘看回周五走势 股价继续向上 攻到近期 最高点3.30了 已到达即完成我们所有的预测点 从反弹支撑点2.19到目前的最高点3.30 反弹盈利约1.10元 涨幅约有50% 有趁机捞底的 目前已有可观盈利了 股价目前已来到强阻力区间3.30 估计不容易突破 因此 如果没力突破 就要考虑锁定盈利走了 如果跌破目前支撑3.13 估计反弹波将会结束没力了 第三个股 Great Tech股价周五起14分前 收盘在4.85 我们在3月9日分析时 股价在连续暴跌后 出现K线战法中的 早晨十字星K线组合 当时短线支撑 设定在2.80短线阻力 3.73 第二阻力 4.64 如果没有再跌破支撑2.80个人 估计应可反弹一小波 而阻力点可作为反弹预测点的参考 在19日复盘分析 股价已连续反弹到近期 高点3.98 稍微突破 即完成第一阻力 即预测点3.73 不过离开第二预测点4.64 还有一段路 反弹不是很有力 无论如何 总算完成第一预测点3.73 目前需看能否继续冲高到4.64 第二预测点或以上了 现在再复盘看回周五走势 股价继续向上攻到近期 最高点3.30了 已到达即完成我们所有的预测点 从反弹支撑点2.80 到目前的最高点4.92 反弹盈利约2.03元 涨幅约有50% 有趁机捞底的 目前已赚到可观盈利了 股价目前已来到强阻力区间4.92 估计不容易突破 因此 如果没力突破 就要考虑锁定盈利走了 如果跌破 目前支撑4.64 估计反弹波将会结束没力了 第四个股 UNISOM股价周五起12分前 收盘在3.34 我们在3月9日分析时 股价在连续暴跌后 出现K线战法中的 旭日东升K线组合 当时短线支撑设定在2.23 短线阻力 2.79 第二阻力3.03 如果没有再跌破支撑2.23个人 估计应可反弹一小波 而阻力点可作为反弹预测点的参考 在19日复盘分析 股价已连续反弹到近期 高点3.03到达 即完成第一阻力 即预测点2.79 即第二预测点3.03反弹有力 目前需看能否继续冲高 突破3.03 上到更高价位了 现在再复盘看回周五走势 股价继续向上攻到近期 最高点3.35了 已到达即完成我们所有的预测点 从反弹支撑点2.23 到目前的最高点3.35 反弹盈利约1.10元 涨幅约有49百分号 有趁机捞底的 目前已赚到可观盈利了 股价目前已来到强阻力区间3.35附近 估计不容易突破 因此 如果没力突破 就要考虑锁定盈利走了 如果跌破目前支撑3.27 估计反弹波将会结束没力了 好了 以上四个科技股 案例分析仅供参考 没有买卖建议 另外四个股 MID与OINORI GHM 及个人总结 将在晚一点发布 我们的频道是分享 大马股票技术分析 图表 研究 交易策略探讨等 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多多支持 即点击订阅哦 谢谢